欢迎来到美厅 太用力的关系是一场灾难 杨将曾说 任何关系退去最初的热情和激情 最后看的是良心 拼的是人品 留的是信任 人与人最舒服的关系就是 用真心带任何人 但不执着与任何人活在缘分中 而非关系里 几句话娓娓道来 告诉我们 一切关系需要随心 不要过于执着 生命中出现一个人 你竭尽全力融入他的生活 但他无动于衷 这一场独角戏 何尝不是你的灾难呢 一 太用力去维系 只会是一场灾难 范高与高庚相遇在巴黎 高庚意气风发 自由奔放 且充满自信 这让范高对他膜拜至极 因缘机会 范高邀请偶像高庚同住 对方欣然应要 但好景不长 范高的过分讨好 特意布置的房间 不同理念分歧时 依旧苦苦地挽留 这让高庚很不自在 甚至害怕他的接近 高庚经常在半夜 见到范高悠悠地 立于自己床前 一个疯狂的膜拜者 前来窥视 让人无不惊恐 高庚只能离开 更加绝望的是 范高因此割下诱饵 无论高庚是否离开 我只能看到范高单方面的努力 看不到二人惺惺相惜的依赖 一场灾难式的关系 已伤害自己告终 令人唏嘘 范高从未明白 世界上很多东西 努力会得到 但唯独感情 不是努力就能维持的 拼事业是一个人的事 谈感情是两个人的合作 人与人之间 其实本来应该很简单的 互相吸引 就多多接触 道路不同 就各走各的 如果你偏偏执着于 和一个人的友谊 最终 你会因为讨好对方 而失去自我 朋友夜跑时遇到小学同桌 发现住在同一小区 同桌特别热情 约他一起吃夜宵 逛街 给他点各种外卖 去他家给他打扫卫生 朋友总是明确表示不需要 但不管回绝几次 同桌依旧我行我素 这样的人看似满腔热情 其实根本不懂人 与人之间交往的界限 多余的好心会成为负担 那还不起的人情 只能成为尴尬凝固在那里 朋友无奈之下 只能一箭拉黑以防再受其扰 为什么事无巨细的关心 并没有拉近彼此的距离 反而让朋友望而却步 心生反感呢 因为他只看重自己想要做什么 不管别人是否需要 这样使出吃奶的劲 去维持一段关系 说是讨好不如用祈求更为恰当 对对方满腔热情的前提是 对方也是这样待你 审时夺势才不会让一段 简单的关系成为灾难 太宰志曾在《人间诗格》中说 无论对谁有太过的热情 就增加了不被珍惜的概率 我们将手掌摊开 才会拥有全世界 而不是将眼前之物紧紧钻住 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处理也是如此 二 好的关系不是追逐而是吸引 交往的本质是吸引而不是追逐 只有彼此吸引 才能交到长久的朋友 电视剧《欢乐送中》 邱莹莹爱上了同公司的白主管 她将全部心思花在白主管身上 她天天早起做两份鸡蛋饼 拎着饭盒等白主管一起挤地铁 白主管约她吃饭 她便高兴地化妆打扮 即便白主管建议思迁 她依然选择原谅 甚至为维护白主管 不惜和姐妹反目成仇 邱莹莹对白主管 可谓是言听计从 费力讨好 最后白主管却当着她的面 跳上一辆敞篷车 跟三位富家女绝尘而去 一书曾说 真正的感情叫人欢愉 如果你觉得痛苦 一定是出了错 需及时结束 从头再来 世界上那么多人 若偏偏抓住眼前的错误 不肯放手 如果受伤 就不应该埋怨任何人 一开始 我们都相信被爱 所以将对方的冷漠 视为拉扯 殊不知一切命运 早已暗中标好价格 当你廉价地付出感情时 对方也会把你看清 我们不妨转变思路 走到与我们互相尊重的人身边去 在一场接待会上 梅兰芳与林徽因初次见面 会上 梅兰芳被林徽因的才华所吸引 后来 随着两人认识的加深 梅兰芳发现 林徽因在戏剧上的造诣也颇高 因此对她更加敬重 而林徽因 也同样将梅兰芳引为知己 两人在往后的多年里 一直保持着往来 你看 两个人的关系 从来都是互相的 欣赏一座大山 有时候可以远远观望 不一定要走近它 一旦明白这个道理 就不会给自己徒增烦恼 三 把握好尺度与距离 收获真正舒适长久的关系 常言有道 君子之交 淡如水 我们与他人交往 不一定要淡如水 却也要把握好火候 若认为和朋友 事事交心 才叫止交 那是愚昧的 亲密无间带来的愉悦 自然可喜 可是人与人之间 若没有分明的界限 又怎会带来 朦胧的美感 与朋友 或是与爱人相处之间 更难的是 学会如何与爱人相处 当你掌握好一段亲密关系时 那么 对于维持友谊 也会张持有度了 那伴侣间的相处 怎样才能做到融洽 又保持自我呢 在纪录片《四个春天》里 我找到了答案 导演陆庆毅 以自己的父母为主角 娓娓到来 他们的日常生活 他的父母常常一起散步 一同种花养草 也会很腻歪 相互喂酒 加菜 但大多数时候 两个人各自做自己喜爱的事 没有人会因为缺席对方的陪伴 感到苦闷 亦或是只顾自己的快乐 而强求对方做事 玩得到一起时 彼此融洽 爱好不同时便放任对方自由 这样不仅没有影响他们的生活 反而让彼此更加恩爱 与人相处 可以亲密时 好似连体鹰 也可以忙起时 做欢快鸟 潇洒地飞 给他人以尺度和距离 才能有长久稳固的关系 有一次 李小义邀请义中天教授 做客自己的直播间 有朋友托他向义中天 求一套签名书 李小义果断拒绝了 并且告诉朋友 他也没有义老师微信 朋友不可思议 认为李小义在框他 李小义解释道 义老师是七十多岁的老人家 多些人只会叨扰到他休息 不如清静点 所以自己没有要求 嘉义老师微信 有事就托编辑转达 一份不掺杂任何要求的友情 才是最纯粹的 纯粹的感情就像天上的星星 遥不可及 朋友之间亲疏有度 才会相看不厌 而避免自己成为他人的麻烦 才是朋友之间最好的相处方式 你需要用力才维持的关系 一定是他人没出力 想想是不是自己逾举了 当你前进 对方静止 就要明白 尊重他人的选择 也是一种礼貌 有些关系最好的结局 恰恰是没有结局 相濡以沫 不如相忘于江湖 我们的人生可以留有遗憾 但不要让任何关系 成为一场灾难 愿我们一切关系都随心 活得洒脱且快乐 订阅美听 我在这里 祝你生活愉快